你们两个以后不要再回来这个家了 有多远给我走多远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 知道吗 这是怎么了呀 赛罗哥哥 是什么原因让你不要我们母子 没有什么原因 就是看见你们心烦 我烦到你们了 只会拖累我 赶紧走 再不走我就要打你们了 无奈的格力桥只能带着小赛罗先离开了 那么赛罗为什么要把母子俩赶出家门呢 此时天空还下起了大雨 真是心疼桥妹妹小赛罗呀 妈妈 我们要去哪 去找赛文爷爷 他在远古神秘岛修炼 可是我们没有能量 只能走路去 估计还要走几天几夜吧 妈妈 我肚子好饿呀 臭爸爸 我以后不再爱他了 他以后再也不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了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赛罗奥特曼此时比他们更伤心 对不起 亲爱的小赛罗 乔妹妹 我是为了你们才选择这样做的 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怪我 赛罗奥特曼 其实是在黑暗牧场战斗的时候 中了怪兽的黑暗病毒 身体马上就要变透明 也将进一步的黑化 赛罗奥特曼怕黑化后 伤害到他们母子俩 所以才出此下策 赛罗真是让人敬佩 或许这就是作为一个男子汉的责任和担当吧 爷爷 赛罗爸爸不要我们了 下雨天把我们赶了出来 我和妈妈已经几天没吃饭了 什么 这个可恶的赛罗 别我等着 走 爷爷现在就带你们去找他算账 说完赛文就背着他们母子飞往赛罗的住处 不好 就在他们赶到的时候 此时的赛罗奥特曼已经被黑化 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我终于明白了 原来我们都脱怪爸爸了 爷爷这可怎么办呀 小赛罗你别担心 你爸爸一定不会有事的 赛罗哥哥你快醒过来呀 你不要丢下我和小赛罗呀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啊 无论他们怎么呼喊 赛罗都没有回应 赛文只能带他去找奥王治疗了 老王 你快救救我儿子赛罗吧 他快不行了 赛罗他一定是中了黑暗病毒了 现在只有我的能量罩才能救他 说完奥特之王就召唤出他的能量罩 能量罩慢慢转动起来越转越快 在一阵强光的闪烁下 赛罗终于恢复了原来帅气的样子 奥特之王你的能量罩这么厉害 能不能把我变得更强大一点 这样我才能去收拾那些可恶的怪兽 说完 赛罗再一次走进能量罩 奥特之王把能量传输给赛罗 赛罗变身成终极形态 哇塞 赛罗这个形态真的太帅了 看起来战斗力提升了几万倍 这下怪兽们可要凉凉了 你们这些臭怪兽 一毫 什么 美 那 救护 她 她 ine 啊 小 姐 给我滚出地球吧 拜拜了